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等于是2.7%已经过去了 按照道理来说 美国其实应该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 按照中共常说的 向前看 把这个分歧抛到后面去吧 按照拜登的说法 就是美国人要团结起来 走向未来了 不过 美国还没有从这一次大选的各种社会对立中摆脱出来 情况反而可能越来越严重 前天 美国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结束了 其实这个结果所有人早就知道 最后相当于陪审团的参议院100名议员投票 57比43 因为达不到三分之二的票数 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些指控是罪名不成立 特朗普的律师范德维恩随后接受了CBS的采访 谈到民主党弹劾一方 说陈列证据中间有一些问题 这个主持人叫Lana Zag 她当场试图为一些明显是伪造和有欺诈性的证据做一些辩护 Lana Zag想说这些伪造的欺诈性的证据不代表大多数 对不对 范德维恩直接就叫停了她的发问 用了六个wai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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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 那她直接说媒体必须正确地讲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说我不相信你问我这些问题 你在暗示他们只是伪造了一点点的证据 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他们篡改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这些事情会真相大白 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 然后范德维恩直接把这个麦克风拽下来往那里丢走人 在大选已经结束了四十多天之后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左派 尤其是美国的极左派 他们不想让这种分歧 这种社会撕裂就这么过去 他们要继续借助这种社会的大撕裂 来获得政治上的一些利润 弹劾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2月12号星期五 有三个FBI的探员去了马里兰州 一位人事家里面去问话 这个人呢就是马里兰州国会议员参选人 叫谢金纳霍林斯奥斯 叫Hollingsworth 她的家里面 去问她1月6号 你在华盛顿DC干了什么 这个谢金纳霍林斯沃斯 是一位黑人的女士 她是美国非洲裔保守联盟的一位组织者 谢金纳的父亲也是一个退伍的老兵 老人呢也是一个保守派 支持这个特朗普总统 他们全家人啊 1月6号去华盛顿DC参加了集会 表达他们的看法 但是他们没有去国会 国会事件发生之前啊 他们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谢金纳在FBI到访 他在马里兰的家的时候啊 他自己录下来了 这个和FBI探员互动的这个视频 FBI的有一个探员就说啊 你的名字被提交了 但是你现在没有麻烦 如果要逮捕你啊 我们早就动手了 霍林斯沃斯的父亲啊 当时就解释说了 说我们全部啊 都离开了这个国会 就是集会那个地点啊 我们去吃午饭去了 就是有别人给他们打电话 问他们的安全的时候 他们还在附近的一个餐厅里 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还发生了这样的骚乱 所以这个FBI的探员就说 你们是不是属于什么组织 当然这是一种暗示了 暗示你们这一家人 可能与国内恐怖主义啊 这些组织有关系啊 当然谢金纳就告诉他了 他说我们跟这些组织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FBI的探员就说 他说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 关于你1月6号 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你们这些照片在哪拍的 什么时候拍的 谁拍的 所以FBI这些探员呢就问 还问他 说你这个谢金纳 你参选马里兰州议员 这个共和党机构的情况 然后他们还提到了 国内恐怖组织 说怎么说呢 说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了 如果你承认 比如你说 我们确实做过了这个或那个 你现在是时候要说出来了 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 所以这个霍林斯沃 就告诉了国家档案 他认为FBI的这一次询问 根本就是出于政治动机 意图是什么 阻挡他继续进行保守派的政治活动 他认定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而且绝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当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了 但类似的事情 现在在美国并不是孤立 也不是偶然的 比如上个星期三 迪斯尼突然宣布和一位女演员 叫Gina Garano 不再合作了 原因是这位Gina Garano 这位女士在自己的Instagram上面 说了一句话 她说特朗普的支持者遭到了差别对待 当然后来很多人骂她 她还把这个给删除了 迪斯尼随后就宣布了 说永远不会和她合作 我们这个卢卡斯电影影业公司发言人 在一个声明里面说 这个Gina Garano目前不受雇于卢卡斯影业 未来也没有计划让她受雇于卢卡斯影业 而且她将不会出现在任何未来的星球大战项目中 这个Gina Garano以前在星球大战的电影里面经常出现 Gina Garano的留言说什么呢 她是把现在美国共和党人的处境 比作德国大屠杀期间的犹太人 受到差别对待 结果Gina Garano当然非常不高兴 上星期五她宣布 她将会和美日连线网站合作 开发制作电影的项目 她说我正在向每一位生活在极权暴徒取消文化 这个cancel culture 恐惧中的人直接发出希望的讯息 我才刚刚开始使用我的声音 现在我的声音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 我希望她能激励其他的人也这么做 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取消我们 他们就不能取消我们 这个cancel culture 现在美国非常流行 好莱坞最近这些年 不仅是左倾 而且和中共加紧的没来源 美国电影演员工会 宣布将会举行听证 开除特朗普的会员资格 特朗普参加过几部好莱坞电影的演出 也参加过一些电视片的演出 所以他算是半个娱乐界的人 结果特朗普直接发了封信回去 回复就一句话 Who cares 谁在乎 当然我们说这些是说美国社会现在这种对立的情况 专栏作家Lee Smith 在英文大纪元写了一篇文章 谈到这种针对美国公民的所谓反恐战争 他说1月6号抗议活动确实发生了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 但是左翼媒体的组织 国家安全机构和一些民主党的机构 以这个为借口 将7400万没有投票给拜登的美国人 变成了联邦执法机构的目标 他认为这种野蛮做法是赤裸裸的党派偏见 否则同样的机构 应该将这个黑命贵 就BLM和Antifa组织 也定义为国内的恐怖组织才对 这两个组织应该对去年夏天和春天 那些全国性的骚乱要负责 这些骚乱导致了几百个重罪 包括纵火盗窃 袭击谋杀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组织 是民主党的盟友 根据他们自己的网站 BLM是民主党的筹款机器之一 文章说 前CIA的一个官员叫卡罗尔 他呢 离属于极左派的一个叫林肯计划的组织 这卡罗尔就建议了 对尽可能多的 1月6号抗议活动的参与者 提出尽可能最重的重罪指控 你可以利用网络聊天 诱捕这些人 强迫消防和警察部门 去这些员工要宣誓忠诚 他说 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的时候 美国情报组织就无情地追捕这些 国外的恐怖组织 恐怖分子 所以我们必须对国内的恐怖分子 要采取行动 林肯计划呢 是个反川普 反特朗普的组织 他们这个联合创始人最近被揭发 和未成年人呢 涉嫌发生一些性关系 所以这个组织呢 现在是陷入一个巨大丑闻里面 所以我们这位专栏作家 Lee Smith说 在过去20年里 反恐战争啊 已经成为华盛顿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了 不仅是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 也国务院 很多非政府组织 提供大量的资金 那些使用美国军队 消灭敌人的国家和地区 也通过这些非政府组织 来建立各种地方 和国家机构的联系 由于国防部 国务院代表了华盛顿的利益 所以反恐战争啊 要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所以他认为 1月6号触犯法律的美国公民 应该被指控 你犯有什么罪 轻罪也好 重罪也好 但是将抗议定为叛乱 将抗议者定义为 国内恐怖分子 使国家安全机构成员 建议的这个 违宪的手段合理化 这是明目张胆的分裂国家 他认为对他们来说 美国最终的反恐啊 似乎是为了一个美国政党的利益 去打击另一个政党的支持者 另一位专栏作家 Josh Hammer 他在英文大纪元 也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国会大厦这个骚乱骚动事件之后 美国统治阶级 他说的就是那个精英阶层啊 向民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 他还提到了奥巴马 原来的白宫幕僚长 是芝加哥前市长 叫伊曼·纽尔 曾经说过了一句非常有名的 非常经典的 左派进步主义的咒语 永远不要浪费任何一场严重的危机 You never want a serious crisis to go to waste Hammer认为呢 美国的极左派的精英 正在寻求对美国公众言论 意见和所谓信仰边界 进行一个统一的控制 而愿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工具 这个工具啊 就是操纵游戏规则 Hammer说呢 纵观美国整个社会 左派越来越多的按照一套规则去行事 但是他们却要求右派 按照另一套规则去行事 就是明目张胆的用双重标准嘛 对吧 回想一下 自公元2000年以来 每一次由共和党人赢得了总统选举的时候 民主党的国会参众议员 都会对至少一部分选举人团的结果提出反对 每一次都是 但是今年的选举 共和党的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 做同样的事情 就会被抹黑成叛乱分子和煽动者 说这些共和党人甚至失去了他们的捐款人 甚至不能出版他的书 连这个筹款的活动场地都订不到 你还可以考虑一下 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四年里面 民主党人是怎么样的 无休止的在媒体上在宣传那种通俄门 就是2016年普京和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是什么的俄罗斯网络机器人 以某种方式勾结起来 结果帮特朗普窃取了这个总统职位 这个说法一直都在媒体上 Hillary Clinton到现在 还对自己的选举失败耿耿于怀 对吧 还有那个Stacey Abrams 就是乔治亚州2018年州长竞选 竞选人 他失败 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 但是对于任何人敢于说 2020年大选中有舞弊 左派和那些科技寡头 绝对是毫不留情的全部给你封杀 说实话 这种美国出现的情况 对美国人来说难以接受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赤裸裸的 用立场和利益 而不是用共同标准和法律来行事的情况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 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 这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 对不对 中共过去几十年都是这么做的 现在在香港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对不对 但我必须说的是 美国左派的这种做法 其实不会成功 他们虽然 很多人非常非常羡慕 中共的各种做法 而认为简直是 他们那个欠质是太有效了 但是他们做不到 原因非常简单 美国不是一个封闭社会 左派也好 那些大科技公司也好 他们可以限制别人的言论 他们可以打击反对派 但美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套 说实话 只有在封闭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 才能真正有用 就像这个Lindsey Graham 警告的那样 Lindsey Graham 是这个共和党的一位参议员 他说民主党 你们现在开了一个口子 但是你们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未来如果共和党 占据众议院多数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对卸任官员 包括奥巴马 包括Hillary Clinton 甚至未来对拜登进行弹劾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 所谓替人投者 也必被人剃头 如果他们真的要切断了 这种宽容的民主的做法 那么前苏联 中共朝鲜 其他专制体制中的那种 残酷的政治斗争 将会取代对话和妥协 美国左派真的做好准备吗 我看他们是没有 他们并不真正了解 专制体制的残酷性 他们无法理解 自己丢出去的这些飞刀 这些大刀 最后很可能 会落在他们自己头上 如果他们不相信 就可以看一下 苏联的布哈林 苏联的托洛斯基 也可以看一下中共 刘少奇和林彪们的下场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 下一次再见